好 欢迎回来 这局比赛不知道武汉EstaPro在阵容的选择上是不是会 主要给中府多选一些节奏位的英雄 因为毕竟今天的上野啊 做出了新人的轮换 对 有些经验上的欠缺嘛 所以还是主要靠紫阳和清王两个点 来稳定队伍在前期的这些节奏的 是的 但是上路 其实上局比赛 它如果正常发育 没有中路那波那么炸裂的话 也不至于是上一把那种完全没有办法翻盘的局面 主要是中路那一波 但是有一点就是很简单嘛 Esta 像刚刚评论区说 如果Esta前期是拿到这样的优势 那你下侯顿你也扛不住 是这样的 可是TTG的阵容选择它们是有翻盘点的 对 它也能拖起人 对 它下侯顿 技巧满 加罗 还有太乙 还有个什么东西 它是能消耗能有翻盘点的 还是评论区刚才聊的 就是两边阵容的下限不一样 对 所以Esta Pro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的话 它稳定的是自己的下限 先把自己的下限稳定了之后 如果能够过渡到中后期的团战 有那个画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发现这两把打下Esta输的局面 都是要么前面优势中路一波炸了 被翻了 然后他们的韧性就没了 没错 因为他们的新人在代线边 不论是阿旦也好 或者紫金的磷盒也好 他其实在逆风处理兵线的这个经验是有所欠缺的 是的 很容易就一波被抓了 你就带不出去线 起不到牵制作用 拖不到自己的核心位置 没错 之前的话坦然和花海 他们毕竟在一起打了很久了 从21年秋起来打到现在 而且拿了那么多个冠军 大赛经验也非常充足 如果下半途裂的话 他们上半途也可以创造出节奏和优势来 但是你现在让新人上去打的话 你在下半途裂了 新人大概率的情况是 大哥们都裂了 我就稍微稳一点 对手 你的对手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再加上TDG 他近期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四年胜 所以阵容上我感觉还是要选一些高中错的 节奏点 一定要有节奏点 紫阳的开团英雄 还是要拿出来用 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局比赛 目前广州TDG2比1 手握赛点 好 搬关羽 蓝色方 先办先选 这个关羽搬的 TDG大乔是用过了 对 这个关羽搬了 估计想拿鲁班大师吧 有机会拿到 但直接没搬了 不给机会 大乔自己搬掉 是的 神木星两边都用过 我不用考虑了 还有孙斌这个点 孙斌也搬了 伊斯大现在有赵怀珍啊 有了 赵怀珍的话是一个节奏位了 对 生病斑掉 就看TDG的一选 拿什么 这把也有 没有对胜利的渴求 一星 在等你赵怀珍了 他一星拿出来 你要选赵怀珍 反正我有手一星 可以反打你 因为TDG这里射手还有个戈亚 是一帧这里用过的 所以他不着急 是的 先拿一星 一星如果能配上戈亚的话 团战的效果也很好 嗯 伊斯大 赵怀珍拿不拿这一局 肯定 安齐拉 安齐拉赵怀珍 可以的 他没有干姜和王兆军了 安齐拉如果这一手不出的话 后续肯定拿不到 赵怀珍应该要出了 这个组合最近也挺常见的 对 一套爆发秒了 诸多烦恼 而且这个组合感觉比王兆军更好接啊 他的 效果更直观 嗯 一瞬间这个人就没有 张飞 张飞在被控到之后还有机会跑 主要是看TTG用什么来应对这个赵怀珍 没有出 他的上也留了一下 对 那就是给伊斯大去搬啊 伊斯大可能会去搬一些像公本啊 或者说 其实公本配连波也是能打赵怀珍 加上安齐拉这个组合的 因为全身霸体再加上公本的一技能去挡 没错 对于安齐拉的影响挺大的 对赵怀珍的大招的影响也挺大的 公孙力已经能挡了 没错 狂铁 这上中野的强度很高了 全是节奏点 对 TTG的话主要做的是下半途 接下来TTG 重点应该就是搬下路啊 帮风销这个点做强 把下路能够兑现 公孙力好打的射手都给他处理处理 而伊斯塔的话就是打野边路 你看打公孙力的有莱西奥 有敌人杰有鱼姬 这都三个了 就搬不完反正 就看他们最怕什么了 或者是加罗也有 对 加罗手还长 公本被搬了 他们最怕的一个点 加罗 加罗是好打张飞的盾 打这种护盾英雄 也能够去稍微 不用太怕一星 一星二技能拉不到开长弓的加罗 而且对线也好打公孙力 对 看伊斯塔最后一个搬位 在野河上 坦克也已经用过了 夏侯敦 不知道他会不会去针对露娜 再搬一次 好还搬了 还是搬露娜 那就没有管这个连坡 那其实对于TTG来讲 他其实可以野河加上连坡的 但是不行 对线狂体连坡也难受 对 但现在TTG的打野位置 他上野有点不好选 孟奇的话 倒是不怕招牌针 他凯还在 对凯在 凯配战边 战边现在用了夏洛特和基奥满 狂铁被拿了 所以他的战边选出来都会被压 对 这是问题 就是这个狂铁在三楼出完了之后 把你的弓本跟露娜一搬 你拿什么野河 其实也不好打 就被完全制住了 孟奇的话还稍微能抗衡一下 他不怕被狂铁打消耗 对 而且他被赵怀针拉到之后 他可以交大跑 那刚刚我们说的三个射手里边 一争还是留一手 不急 给紫阳把苏烈选出来 这个阵容进攻性太强了 比上一把 上把是没翻盘点 这把全是翻盘点 全是开团 AK教练的BP极端到不行 是的 看TTG会不会拿孟奇加连坡 去化解对面这种多控 连坡是应对赵怀针 特别好用的边路 也有可能是蓝领野 对吧 对 好 孟奇了 那就不是连坡打野了 因为这两个英雄是不太怕 相对来讲不太怕 赵怀针 安奇拉这套强控 而且孟奇这个英雄碰到狂铁的时候 他不像其他的野河 一碰就碎 对 一碰就被打了一波状态 其实孟奇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还是有一定的蓝领野坦克野的作用的 他的机制嘛 有护盾 然后有抗性 然后有质量的情况下 然后其他的野河都是刺客野嘛 刺客野的话 碰到狂铁这种 你前面没打出优势 碰到狂铁就被打拆 你吃线吃不了 带线带不了 很难受的 最后还是给一针选了一个对线强的英雄啊 鲁班七号 但是你这个鲁班七号 你鲁班七号自控神技 你在缩被动的时候 一星过去就给你个二了 是的 这把要靠一 其实是靠其他四个点 要把进攻心 因为这局的阵容 Estar选的比上一局要进攻性 做得很充足了 要靠进攻来化解 就鲁班七号团队被切的这种 比较尴尬 不好保的局面嘛 是的 这把要是TDG打出来了 那这个鲁班七号活不了啊 联波孟奇 霸体往前冲 张飞吼一下 一星一个框 一针这个鲁班七号出肉吧 但讲道理 这个阵容拿完之后 Estar是更主动的一操的 所以TDG在前期的 不论是中轴的抢线也好 上路的对抗也好 要极其小心的 张怀真这种英雄 拿到优势配合安琪拉 就你张飞来了也没用 得是连坡过来 及时交技能 大体 探草才行 所以这把Estar选择这个鲁班七号 就没想着我下路 就会裂 我下路就是让你对线打优势 然后我在上半图不断地搞事 去翻翻你这个时候 如果不去上路帮忙的话 那上路就是一个四打三 如果你张飞不跟攻速力对线 那下路攻速力就会被鲁班七号压 如果你上路4v4 你强度好像也没有Estar高 然后打到最后 就会变成上一局比赛 TDG四个英雄 往前一站 架落在后头 点人的那种状态和效果 是的 所以这把TDG在前期的布局 以及对线期是要极其小心的 不能被赵怀真跟安琪拉 找到太多的机会 没错 这把的河道虽然是双前排 但是去帮中路开世界的时候也不一定安全 阿旦在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在前面的三场比赛用了两把战鞭 这把又给他选择到了狂铁 而青青今天的四局比赛是两把坦克 两把战鞭 这局看看不然的孟奇的表现 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目前是广州TDG的赛点 蓝色方广州TDG 红色方是武汉EastarPro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解说潇洒 上方的打野都是从下往上开的 公孙黎换线走中 规避掉第一波和鲁班7号的对线 还挡掉了安琪拉的一技能 让安琪拉清线更慢了 对 然后来拿野区资源 抢掉 不能久留 是的 拿完就跑 二技能 推一下 差点血量 给张飞一个普攻拿到 是的 这样小资源上半区的话 TDG还是领先一点 但下路鲁班7号挺舒服的 一星到两级还是能压一压状态的 一星一级的时候实在是太弱了 对 技能真空气太久了 两级的一星了 下路一针如果要过来抢线的话 就很容易被二一打状态 下路一针只要 他不用管别的弱 是吧 不需要他担心 他只要保证好自己的发育 一星闷头发育就好了 又是一个成绩 但这个好像 好像是没拿到 好像是没拿到 对 因为看经验嘛 紫阳已经先三级了 翻翻是后三级的 没几啊 伊斯达这波是带着圣弩 往中靠了 这波谁来看谁 公孙黎 公孙黎得走 得走 看不了 看的话 一不小心被空了就没有了 对 一套爆发秒 狂铁是一个能接 瞬间接二闪的 还有安琪拉呢 这三个人在这太强势了 张飞没四级也会被秒 这一波 TTG是完全洞察到了 武汉Esta Pro上中野的动向 对 因为紫阶已经很明显的去上路 带着这个狂铁来中了 对 而且安琪拉一直miss 下路的话 TTG刚刚视野给的也很深 所以知道你安琪拉不在 这个安琪拉进野局反了个小野 但是劣质一直被空 对 但这波看一下苏联跟安琪拉的位置啊 在蹲 蹲这个河道小草 等你回来 但是他们这波让孟奇跟一新来中了 五个人 四波来了 连波 砸大 上去拍起来 孟奇给二 但是苏联就在旁边 安琪拉回头交个大招 一新给个外面之局 框一下 框到两个人 召唤生这波大招拨到了孟奇的身上 孟奇一点都不虚 加了个一技能的互动还几乎是满状态 这波九尾被打了一波状态之后掉了半血 然后连波再接个一二一把阿弹给打退 打完状态 孟奇环又做起了紫晶 但紫晶呢 没有护去的伤害 可以把他给控住 这波紫阳大招想拍 回头再裹 但是正面直接往里硬冲 紫晶又是一丝血 撤了出去 那安琪拉第二套技能好了 对 也打残了广路TDG的其他人 不好进这个红了 五个人状态都很残 TDG化解对手强势中轴线的阵容的情况 他是选择了五人暴中去化解 强势跟你打了一波 对 这波把召唤师技能拼完了 所有人的召唤师技能全部都敲了 四个闪现 对 右边一撒四个闪现 左边的话TDG是两个闪现 然后一个狂暴全交 张飞大也交了 但是没有打出人头 零比零的人头比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他们打伤害 就只是上去交了一波技能控制 顺势想要控这个红 对 但是没能成 TDG还是挺清楚对手这个中轴强度的 拍到了 不好接 不过他把线卡了 绝对等于吃不到这波兵线 对 等兵线被小兵打完之后 安琪拉再交二一把线清完 连波赶船吗 直接砸大 下来就开大 拍两个 安琪拉交大 赵怀珍交大 但是这波安琪拉还是扛不住伤害 被张飞给带走 赵怀珍残血撤退 这波连波下来是卖了一波 对 进去大招加成绩抢了蓝 这波TDG很赚 今天跟武汉Estar Pro的这局比赛 双方拿的其实都是进攻阵容 但是在中轴武汉Estar Pro 因为有着狂铁 赵怀珍和安琪拉的存在爆发够高的情况 TDG直接爆五人跟他打 对 他经常爆多人过来 而且刚才清清知道旁边是有人的 他是有对手视野的 他就是传下来直接秒按大招 不被控的情况下 直接砸大 留人 配合一心 这里真的没什么办法 安琪拉交大 以及赵怀珍交二都躲了这个拍 可是伤害你躲不掉的 你断不掉清清他这个大呀 对你虽然不会被控起来 但是你的伤害是全部吃到了的 安琪拉又脆 他又不像赵怀珍一样 只要没闪就跑不要了 对 现在闪现都好了 那现在让一扎很难受的就是赵怀珍安琪拉发不发挥不出来太多作用 TDG爆团爆的太频繁了 根本不有没有给到一扎去抓他落单的机会 所以打你中路爆团厉害的阵容 我就爆的人比你更多 现在轻轻再放线来中路的话 这个雷波是他们很难处理的点 是 雷波跟赵怀珍互贴脸 对 两个人 都有挡控的技能 对 霸体对霸体 你拉我我就交劲了 赵怀珍快扛不住了 但是这波也扛不住了 孟奇大招上去锁到了他 把紫禁的赵怀珍先带走 但自己也倒了 不然也正方双方打野一换一 张飞和异星双大一波 异征这个位置也不好跟输出 但是中路的线权也是被TTG拿了 阿达上断线去了 这波闪线拍完之后再接一个回推 那翻翻肯定没了 安琪拉给大招 跟过来一个狂铁 收下了张飞 狂铁这个传送直接隔断 对 哦 下路 还要来吗 拍到 二次紧张墙 然后拉扯出去 三灯 哎 有个灯 在墙里 很难受 真的难受啊 有一个灯卡墙里 是的 这是真没办法 紫阳本来是上去卖一个被动 让他帮忙踩灯 其实是不会死的 阿达尽力了 没办法 王者峡谷的地是跑不开的 顺势进红区 他这波传送 加上配合队友反打 留了张飞 下路再击杀掉阿里 把节奏给扳回来了 嗯 下路还能推个一塔 还让鲁万七号拿到了红buff 是的 别忘了 一star这里还有个鲁万七号呢 鲁万七号四千五百块 这是一个兜底的英雄 在前面节奏打得不顺的情况下 团架还是可以依赖鲁万七号的 前面打团跟一帧关系 也不是很大 也不能很大 如果跟一帧关系太大的话 那一帧发育就会受限了 那ttg是被迫去抢中吗 因为中路他占不适业 是的 如果被热点图把中路都快烧穿了 是的 就一star如果前面是一直我来抢中 ttg不抢的话 那就会形成你边路 安琪拉和赵卫生去到哪一路 哪一路就得放塔了 这波紫阳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他在往外走 但他但凡往上再挪一步 对 这个烽火就能够点到了 一个身位 无财天赋 ttg的这个暴中啊 这让青蓉这个安琪拉也没什么办法 没有很好的机会 对 只能在中站着 但是风骄着力啊 竞技这么高啊 他也一直在打一直在发育 就靠近他的地方 他就过去打一打 孟奇竞技也挺高的 嗯 孟奇竞技跟对标的是阿弹的狂铁嘛 这把青蓉玩的是个坦边 青蓉现在已经做出了兵甲 武控 狂铁又喘了 想进这个红 这波是紫阵先看到了 风骄 大招往回退一波 回头给一个波 张飞喷大招 喷过去 连波再给个大 拍到了两个人 回头一技能再顶两个人 这波苏裂是被外面之举给框住了 紫阳的这个闪现 很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 但是三闪全交了 这波也没有收获红区 而TDG是靠着连波一个大闪 直接逼退了一斯大的后排 守住了这个红buff 嗯 很赚 打不进野区 孟奇也在比较好的发育 后边就要看团战 两边这把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控制都很多 对 互相交完一波之后交闪 各种躲 躲跑 魏琪 卫琪 扭 这个龙 看张飞的想抢 抢 张飞还是稳定拿到 对 安琪拉这波是想靠自己的爆发配合紫荆的成绩把它抢下来 没成功 老实说安琪拉加上赵怀珍的成绩 二级的逞打九级的逞还是有优势的 对有优势 而且他的爆发够高的 但还是被张飞给拿到了 这波 黄铁一技能想回合鞋 没办法被张飞一技能给甩掉了 他想配合紫阳大招反打 但是 哦 没出被动 嗯 但是 被秀了 尼斯大这种冲脸团战阵容 好像被九尾的这个一星克制的很厉害啊 限制 对 几波团战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想过去集火冲一波 但是当人还没到后排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星给框一部分了 然后想退的时候又退不了 最重要的是这把TTG通过 秦英凡暴中化解掉了 伊斯大非常强势的中轴这几个英雄 对 没有让他起到节奏 现在把局面打回来 拿了中立塔还控了暗影暴君的情况下 这局就打大团他们也不太怕了 对 因为他们大团的画面是 连波啊跟一星这种张飞啊三大团控 一针这里鲁班七号的输出环境是比较难的 就是你面对这种赵怀真也好苏联也好 往脸上冲的阵容 还有狂铁的二闪 我一个一星不够我还有个张飞 可以保 对 我两个英雄 我只要有一个人放大招 你的战场就一定会被隔断 否则的话 一斯大也不会这么难冲 就是这两个双反手实在是让他们太头疼了 是的 那一斯大一直在上掌 机会让紫荆的赵怀真和庆荣的安琪拉打combo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 打不了 嗯 太肉了 现在对面坦度起来了 就算街上也不一定秒就掉了 没错 不像前期了 这个局面又开始被广州 TTG滚雪球了打进了野区 嗯 这个暗影主宰对于TTG来讲 只要想拿的话还是可以直接去开的 这把孟奇15级满质量500多的双抗 你看苍穹 再加个苍穹 连坡20%满战一职的免伤 张飞专精装减伤加大招的护盾 这三个大肉往你脸上一战 你是真打不动啊 你看现在被蹲草了 连坡都黯然无恙的出来 对 这把对于STAR来讲 蹲草已经不太好奏效了 对面张飞加上连坡 又是青青和凡凡 两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去探草 不太会给太多的机会让你蹲到 只能从正面团战破局 这把就看鲁班7号能不能发育起来 但他环境很差的 是的 他不能被一星框住的 框住所有人冲脸 哎呦 怎么对点 想对点 是踏伤了 追上之后造成了击杀 哇 这波位移从高地的位置吃了个塔伤 防御塔的伤害一直追到了中一塔 伊萨立刻追出来想打团 是的 但最终梦奇还是靠着一个逞击 加上大招溜掉了 把蓝还反了 凤霄这波是开着逐日加狂暴场 就想要去点掉一针 那一针即时交闪 但是这一拉呀 让凤霄吃了几下塔伤 对 这让伊萨喘了一口气啊 要不然这一波龙斌压进去 确实是有点难守 现在看他们要出来找机会了 现在鲁白7号对于前排的威胁是有的 但是前面是因为 TDG人气一直没机会 不过一针 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也挺危险的 如果被九尾闪现一个流就没了 九尾这把闪现过去流 他自己可能会被纸巾开 看一下 小心一点 看一下这波上去想对点 赵霍震二一拉完吃他塔伤 这个塔伤跟过去了 对 他还补了个成 烧了他一下 烧了一下 本来宫苏林就没多少血 对 黄暴逐日一响一针 听到了不对劲的声音 这一波一闪开 被拐了一下 对被拐到了外面之局里 过不去了 然后自己被打出了被动 赵霍震过去 一个硬的拉到安琪拉 直接原地叫大招 连波直接拍到了后排的脸上 散断大招 直接反秒一针的鲁白7号 赵霍震上去之后想 连工作人员被工作人员都秀死了 一波一换三 轻轻倒在了后排 但是他倒在了一针的旁边 老哥们老兄弟站在一起 张飞的大招甚至都没用 是的 连波砸上去之后 孟奇大上去 没有闪现的鲁白7号就没了 没错 下落这波兵 有一套技能是能轻 安琪拉有一套的 张飞上去了 这一波大招被逼出来了 外面之局在框一下 上去直接打轻轻的状态 技能被在泉水里 张飞回头这个大招 没有喷到阿弹 阿弹出来之后直接给技能 安琪拉这个一技能被控制 阿弹给挡住了 直接连水晶了 是的 肉直接人上去去顶 破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 广州TDG 公孙力最后那波二技能很关键 阿弹齐拉一个一技能就 轻掉那波兵线 然后人复活 稍微能守一下 但没想到直接 挡掉了关键的轻兵技能 九尾今天回到了赛场之后 第一局比赛是 没有赢 但是大场赢了下来 连锥三局表现非常好 也是拿下了他们近期的五连胜 是的 五连胜 第一把看得出来 九尾还是有一点点声色 已经夏季赛首秀 对 还是有一点声色 然后后面的三局比赛是 每一局都打的 比上一局好了 找找赛场的感觉 五连胜的广州TDG 这个赛季让我们期待值不断的拉高 是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他们 而武汉InstaPro今天在上野上做出轮换 第一把打得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后续啊 还是没有能够从广州TDG手里进入赛点 是的 非常可惜 他们这一套三脑袋两性的阵容 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恭喜广州TDG收获五连胜 同时呢也完成了让一追三 真的是这一局的话 我们看到 风霄的话 我觉得他工作离前中期打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整个阵容太过于扎实了 就是你的团控 你会发现 能够限制对方的技能特别的多 异性的大招 然后包括连坡的大招 还有张飞的大招 会让对方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伤害扑进来 甚至是如果你打了先手 控制链接上了 那这个梦奇会非常的强 对 就是连坡 然后一星和张飞这三个英雄都非常适合打反手 然后反手控住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不然在进场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就比较无敌了 对 尤其是清清这几波吧 我觉得几波大招撒的 真的是把前面团战直接撒裂开了 我觉得是 这几波配合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我想去觉得 我觉得E-Star这边 我还E-Star Pro这边 他那个就是野中的配合 就是赵怀珍 当然一二楼拿着赵怀珍加安琪拉 对的 我们是觉得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配合 这个效果之前打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让其他队伍使用过 对 然后但是今天紫荆 紫荆的一个上场 他的一个配合度 就是感觉 这队伍的磨合是完全不够的 他俩的可能就是 就是想要打combo的这个画面 并没有太多的展现出来 对 然后像清荣的这首安琪拉 他打了 加上今天这一场 一共是打了七场比赛了 每一场都是有套的 他的出场率非常高 但是这一局打出来的效果就是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 他即便有一个大招可以规避霸体 但对面的控制太多 会导致他过掉那个霸体的时间 还是会被控 对 很难受 还有就是广州TTC前期 他们把公司里放到了中路来 把中间抢完了之后 立马转到对面的野区 不是说单单的是 帮自己家的对抗路 是盯着那个劣质 板了两波 对 把他野区资源给控了 他们开局是非常有想法的 对的 然后他们也确实执行到位了 对 然后武汉S2 Pro这边就是 开团又比较着急 然后一些小技能的 配合也不是很默契 对 combo也没有接上吧 其实这一整把下来 我也没见过过 就是赵白珍安琪拉的一个配合 包括苏联这边也是 对 包括苏联的起播开团 我觉得就是 感觉还是着急了吧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回去好配合吧 而且今天也是有一点就是 可以看到阿弹除了第一把的 发挥是非常好的之外 其实他的坦边是差经验的 包括他玩到一些就是 这个版本 说就是没有太强的 就是一些战边 其实打出来的效果 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对 就感觉他技巧满间 第一把却让我们很惊艳 对 然后听到语音的话 也会觉得给他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团队氛围 但确实越往后打 毕竟我们也是一个 全局BP的赛制 你不可能说每一把 都选你最自信的 不是不能每一把都能给你选T0 对对吧 你是偶尔会拿T2T3的英雄 只是这把好打 因为每一个对抗路的选手 都是这样去经历过来的 包括轻轻也是 他也不可能说一上场的时候 每一把都能够给他选到T0级别的英雄 是的 还是要去磨练的 还有就是紫荆的这一手赵怀针 他可能自己对于这个英雄的熟练度 还可能要再提高一点 因为他有几拨的战位非常靠前 也会突然自己一个人脱节的去拉下对面 非常的危险这些动作 就是二一拉一下 对 拉完了之后 没队友的 对就有些拉 你虽然看着你觉得拉到了或怎么样 但实际上它没有实质的意义 对你把就是二一一交 你只剩个大招 然后用来打招逃跑 对的 那你等于之后的传战就没作用了 在你打招之前 而且他一旦拉到了 如果没有配合安杰拉这一套爆发 就其他的爆发都不管用 一定得是这一套 并且得拉到多人的时候 才能够打出更好的效果 没错因为你会被对面一直反手 什么张飞大 异形大 孟奇大 连婆大 全都是团战画面 对 他们这个画面一看着正如选出来 就觉得很扎实了 对的 其实每场比赛 让我们看到广州TG的比赛来说 你都会发现就是一个字 这个上野真扎实 就是对于广州TG的上野来说 不管他们是玩到蓝领野 然后配到战边 还是坦边配上一个野和 其实他们整体的一个思路 和对抗性都是非常高的 是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广州TG的对抗路选手 青青连波 在反打的一瞬间的信号 大部分都是青青这手连波 有的时候也是打先手的 肉配和队友一起上 没错 像在那个中右和道那一波也是 我记得最早当坦边 在赛场上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青青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自己说到 其实他相当于战边 还更喜欢玩坦边一些 对 今天他的项羽玩得也很好 这波开的 这波就是把你的大招霸体 护盾打掉了之后 你没有霸体了 那后续的控制你全部都得吃 这波 一心前去 这个时候对 这波是翻翻这个灵性一拐 提前一拐 把紫阳那个闪现开给拐掉了 就是后续他想要做的 那个推的动作 就把他打断了 让这波也闪大 然后翻翻这波又是一个拐 对 就今天其实打下来的话 会感觉 广州TTG他们一局 到一局 他们展现出这种惊艳老道 然后应变自如的这种氛围 对 就是五个人配合也久 对吧 对 然后加上一起默契度也非常高 然后142这边的话 可能就差了点默契吧 我觉得 因为今天阿旦 因为上野的节奏在前中期太重要了 对 因为今天阿旦 其实本身给大家展现出来 也就是他的上限 是有的 就是操作方面都是够的 然后紫金这边第一把的一个阿古朵 其实整个思路也是OK的 但后续一旦处于到自己的劣势 或者说上野对抗 就是没有占优的阵容的时候 他们该如何去变通 两次队伍其实都有轮换 但是两次队伍他需要磨合的点是不一样的 你想广州TTG可能就是一个中轴的点 但这个点还是比较好 好出节奏的 因为在前期只要你稳定住线权去打支援就行了 而且他们的轮换 其实我觉得不算一个 就是需要重新磨合 对 因为毕竟也是个老队友 思路差不多 对 但对于武汉S大Pro来讲 他们的上半途 一换就是两个人 对 这个跟整个另外三个人的配合 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建立的 是的 不过还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一局轻轻选手的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就像上期大众月升沧海般的前脸 如月光璀璨在哪里 哪里就是焦点 你说对吧西法 对的呀 就我觉得发现这整场比赛西法 还是会经常关注到轻轻在场上的一个操作 毕竟你也是对抗路选手出身 我其实经常 我就是不管看哪场比赛 我都会重点放在对抗路上 是 你会学习 轻轻其实这击巴达来 首先强势的他会玩 对吧 小满他的发挥非常好 像一些坦边 这都不说了 经验全是经验之谈 我说实话 全是经验之谈 轻轻的坦边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 是有点战士属性的坦边 他的所有的坦边都是会打得很凶 他的连坡 对不对 开团 但主要是他不是打得盲目的凶 因为他捕捉的那个时间点和机会 都是非常好的 关键时间点 对我觉得他应对自如 就无论是他玩到战边还是坦边的时候 他都能找到那种自己的节奏 适应得很快 感觉他不需要调整 没错 好的前方采访准备就